南亚的火药库喀什米尔上周遭到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激进分子发动炸弹恐攻 造成数十名印度后备警察死亡 让印巴为这个地区持续以七十几年的争议再度沸腾 除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相继于上周和今天召回大使资商 印度各地更为这次恐攻掀起激烈示威 印巴和平发展再次面临冲击 自194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各自独立成为两个国家之后 喀什米尔主权一直让印巴争执不休 两国各自统治一部分的喀什米尔土地 14号在印度控制的区域 一名自杀炸弹客开车冲撞印度军警部队巴士 夺走44人性命 这起事件堪称当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攻击 事后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激进组织 穆罕默德军宣称犯案 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否认涉案 仍旧成为泄愤的目标 印度首都新德里17号便出现抗议者 焚烧八国领袖肖像的景象 一些印度城市则是传出攻击 喀什米尔人的案例 其实印巴两国不是没为和平努力过 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之后 与当时担任八国总理的夏利夫 都有和解的意愿 即便后来夏利夫被控贪腐下台 去年中就任的巴基斯坦现任总理伊姆兰涵 仍旧呼吁印巴进行和解谈判 不过巴基斯坦军方和境内的伊斯兰激进团体 并不赞成对印度示好 而今年适逢印度的大选年 莫迪打算在4、5月办理的大选立拼连任 更不会放软身段来应应喀什米尔恐攻 让反对派有攻击自己的把柄 现阶段的印巴和解可说是已经破局 今天稍早 喀什米尔地区又传出印度军队与激进分子枪战的消息 造成4名印度士兵与一名平民死亡 预料短期内印巴关系将更为恶化 恐怕也将点燃更多的边境冲突 杨广平杨昭燕报导